今天這麼早到的 Jimmy 嘉玲 有沒有100萬借助你 100萬 做甚麼 今天來帶你看個筍盤 800多呎 三房一套 連一個車位 100萬首期就可以上車了 這麼筍 不如一起看看 Jimmy 想不到 這裏是一個老牌豪宅屋苑 但為何會有一間這麼新裝修的單位 是呀 這個單位業主耗用了過百萬的費用去裝修 而且將原本的僅廚設計改為開放式廚房設計 令整個廳更闊落 我還留意到屋主還做多了一個廚櫃 令到客飯廳更分明 不止 這裡還廳大房大 咦 是不是有個新樓盤來的 是呀 這個新樓盤今年就會開買 咦 有新樓盤 這不就變相這一個屋苑都有很大的升值潛力 咦 看多了樓 認識多了東西 咦 當然 咦 這個主人套房就做了一個三邊落床設計 後面也做了四個入場式衣櫃 兩夫妻來用 足夠有得啦 是呀 而且業主還將窗台這個位置改造成書桌 這樣更加善用空間 嗯 包含以上這些優點 買到那麼多東西 都還剩下那麼多空間 這個套房也真是很實用 是呀 阿嘉莉呀 你有沒有想過轉行啊 轉行 沒有呀 沒有呀 怕你轉行做地產和我爭飯吃而已 這間客房的面積呢 相對於一些新型屋苑都真的比較大 是啊 剛剛就跟你說了這裡廳大房大 這些都是傳統豪宅的特色來的 另一間客房雖然比較小 不過都夠曬光的 Jimmy 聰明啊 今天介紹了一個筍盤給觀眾看 是啊 今天我們來到嘉峰花園的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的實用面積就是828呎 而且間隔是三房一套 還連一個車位 嗯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就記得找Jimmy啦 是啊 嘉莉呀 那那一百萬 有沒有得談啊 一百萬呢 就不是沒得想的 問題是 你給我多少利息啊 還想看什麼盤 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like和share這條片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按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啦 按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啦 那幾次的按個小鈴鐺 按個小鈴鐺